中产党 3個中產黨, 今天我們又說說大陸的國情 這些問題最多人聽, 永遠都是 我經常聽人說 我們現在作為一個香港人要認識多點中共 這是梁文道說的 我心想, 梁文道說我們要認識中國 見過香港人通常聽甚麼節目 或甚麼內容去認識中國 通常會看大紀元, 陰謀論的節目去說 我們說真的, 未必會很有趣 因為通常我們都不會用陰謀論去說 我們今次說甚麼呢? 我也很喜歡看大紀元 我們今次會說集五條 即是告同包書的四十週年 說了有五條 當中有甚麼特別要留意 周宣大師 不如先介紹一下 你說吧 我怕我的技術不好 其實主要 我反而這五條 就沒有甚麼詳細去看 他反而, 他有幾樣東西 我記得是一個三筆 第一樣東西就是 他說中國人就不打中國人 但是他們就不排除武力統一 為甚麼會這麼矛盾呢? 因為他覺得 鼓吹台獨那些都不是中國人 這是一些受帝國主義、擾亂、洗腦的分子 所以只要打擊這群不是中國人的人 就可以解決台獨問題 你先說完再說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是好笑的 第二樣東西就是 他會建議台灣要接受和平統一 一個大前提就是接受一國兩制 大致上, 告同包書就是這幾樣東西 我先說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的問題 如果台獨那個人不是中國人 不算是中國人 那他說台獨有甚麼錯呢? 之所以說台獨是有問題 就是因為 你洗了那些賤良的台灣人腦 令他們一時... 他當然洗腦了 我又說回歷史 1945年的時候 有一個人很出名的 叫做川島方子 川島方子 他被定罪半死刑 他不停希望去洗脫死刑 他洗脫死刑只是一個方法 就是他姓川島的 他會接名的是日本人 日本人當然是贊成 當然可以做漢奸 但是中國人就不行 到最後他之所以不行 因為他搞不到他日本的身份證明 所以他就死了 至少他是滿洲人 他希望... 現在滿洲人已經不行 現在他變成日本人 現在他變成日本人 不是 他證實不了自己是日本人 所以... 他不是跟李香蘭相反 李香蘭已經證實他死罪了 誰知道原來他是日本人 就算叫李香蘭也沒有用 因為他是日本人 所以... 還可以回來香港繼續表現 OK 問題就是這樣 問題就是如果... 他的邏輯就出現在 如果你不能說他們是中國人 他們不是中國人認台獨 是不是罪的 對嗎? 因為他們是中國人認台獨 才是罪 這是一個邏輯問題 但一個大前提就是 我都明白習近平的習五條 我再說一次 推動民族復興 實現和平統一 探索兩制的台灣方案 豐富和平統一的實踐 堅持一個中國原則 維持和平統一前景 深化兩岸融合發展 務實和平統一基礎 還有實現同胞心靈契合 增進和平統一認同 毫無疑問 我也有看一看台灣的事情 那些人都承認 習近平的一個政策 因為習近平上台之後 是炒了之前那半 他那半全部不能做 每次民工武嚇 越來越做得越來越壞 每一次都是助攻的 所以他都炒了那半 事實上習近平 他的對台政策是成功之前的 所以現在 在台灣的大陸的形象 固然都已經不是特別好 但至少是提高了 固然民進黨太過不濟了 所以那個問題就是 但這次他提出一國兩制台灣的分別 這個就是 所以我覺得奇怪 他就是講這句倒米 首先第一件事 統一的可以遲得說 我又要這樣說 有些人都說 以前台灣的原住民 是被一些漢人屠殺的 然後他們還會叫原住民的肉 做藥 叫做翻高 吃人肉 吃中國人的肉 那些不是中國人 那些叫翻人 那些是原住民 那些不關我的事 其實中國人不打中國人 是可以堅持的原則 你只要當某些人不是中國人就可以了 當他們不是人 那些是三番 所有台獨分子都是三番 這樣就可以進攻台灣 這個叫做 第一 台灣是屬於台灣原居民 這個就是 香港屬於新界原居民 美國屬於印第安人 是美國屬於印第安人 現在 問題就是 第二波來了 那些敏南人 去到 那些敏南人去到 那些敏南人去到 那些山地人 本來不是住在山的 是因為他是老婆 來趕得上山 他住平地 就趕了去 那些愛山人再來 愛山人再來 那他們才是正宗 他們敏南人才是正宗 那山地人就不算 香港的舊移民才是正宗 新移民就不是正宗 是呀 香港的新移民都不是正宗 而美國就是第一代 殺死印第安人的人 那些正宗 現在新來的那些 那些人就是愛外人 是 這個是一個政治現實 當然我們不是阻交 或者問問問題 我們是完全是從現實 現在這個社會的邏輯 是這樣的 那說回一國兩國問題 為什麼我會提出 覺得這件事是倒米 我找回兩年前的新聞 中國大陸從來 一國兩制的態度是怎樣的 中國大陸會隨時收回一國兩制 有些人說 一國兩制 其實已經是沒有存在的必要 中夷聯合宵明已經失效 這些全都是中共說的 陳在義說的 一國兩制沒有存在必要 沒有存在必要 我忘記了誰 我去搜尋這些新聞 他沒有存在必要 他說在可見的將來 中國的一國兩制 將無存在必要 因為兩者已經完全融合 有很多這些左官 不停說這些 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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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傻的 問題是 你這班人都放出來 咬一國兩制 又可以隨時收回 今時今日 你習近平 拿回一國兩制 我是台灣 都會搜尋一國兩制 什麼 我搜尋 怎麼會相信你說話 我講講一國兩制 其實 只要 是 維持共產黨專政 他不是一國十制 在他心目中 是very comfortable 一國有十幾制 二十幾制 只要十幾制 共產黨 是多開心的事 我既可以統治一個 用大陸法的 中國大陸 亦都是統治一個 在行香港法律的 香港 他行普通法 不是代表 他不可以 俗法力行政長官過來 就是 according to 某一些法律 不是 這個就是 司政路線已經轉了 現在他就覺得 我沒有需要 容忍你們再講 什麼叫一國兩制 我就算明天 開始宣佈香港是一國一制 又如何 我這樣說 他的意思就是 一國兩制是沒有問題的 不過 如何一國兩制 就是ordify 不是一國一制 問題 我想問題 我會問 究竟這番說話 是說給什麼人 我不覺得 說給台灣人 如果說給台灣人聽的話 我們說了多久 香港說了多久 今天香港 台灣 都不需要外講 經官都說 我都覺得 一國兩制 可以隨時收回的時候 連你現在跟我說 你用一國兩制 來想和台灣統一 所以現在台灣 整班人都反了 不是他們看到香港的例子 是怎樣去 我講過真實狀況 真實狀況 中國大陸去說這件事情 是從來都不是說給台灣人聽的 他從來都是說給大陸人聽的 因為一國兩制 他不用你同意 只要13億人同意 就可以了 其實他預料你不同意 如果他無法反應 他反而覺得 如果你給你13億人 作了犯的話 他就更加同意不到 我講的現實問題 現實問題就是 其實他永遠都安撫 他自己的13億人 這是一個國內問題來的 所有一國兩制 他一國兩制 存在的原因 或者怎樣 並不是代表他屬於一國兩制 而是一國一制 大陸的 國內人會很心寒 即是說 大陸這樣 他從來的公關都是對內的 不是對外的 現在 如果假設 打台灣 不是因為台灣人 如果台灣不是因為有13億人 不是因為這麼多人 一早就獨立了 如果香港 如果沒有什麼 就算不獨立都在作犯 現在就是因為那13億人 很團結一次 覺得你那堆人 香港的台灣人 台灣人 台灣人 香港人 那些是化外之民 我們是那些 他其實說的所有的事情 不是那一個人 不是說什麼 我所有人經常都說 香港 越是民主 或者台灣 如果是越是 越是不鎮壓的話 越是越來越大壓得快 因為他的問題 或者台灣也是相同的情況 因為他是平衡的13億人 他都不用你台灣人聽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 你說過這件事 然後蔡英文就打蛇除棍上 他就說什麼 他說 所以說我們國民進黨 從來都不承認九二共識 因為九二共識的前提 就是一國兩制 九二共識的前提 不是一國兩制 我查回李登輝和陳水扁 從來沒有否認過九二共識 為什麼他被你強行講在一起 就是因為你搬了一國兩制 他就強行歪曲事實 蔡英文說 你有你歪曲事實 我就有我的歪曲事實 然後記者就問韓國瑜 他說九二共識 真是一國兩制 我們沒有可能支持 韓國瑜是回答不了 外了在這裏 我心想 你們這個告同胞書 你搞完之後 搞到台灣人 反而更加恐懼這個統一 你有什麼位呢? 習近平 應該這麼說 台灣人從來都沒有笑過不肯他統一 即是台灣有什麼時候想統一 從來中國不統一 要搞不到統一 台灣不敢說 原因就是槍炮 如果不是的話 早就已經統一了 所以問題永遠都是一個 台灣統不統一 是一個軍事實力的問題 而不是一個問題 接著我再想 現在看回香港 即是說一國兩制 香港的一國兩制 跟我們以前認知的一國兩制 我想大家客觀少看都知道是不同了 即不同的意思就是 你中國可以更加直接干預香港 甚至乎我覺得 香港已經不可以叫一國兩制 這個叫做新香港模式 即是它有它的方法去介入 以及影響你香港的政治 以及經濟社會 另外一個極端就是新疆模式 即是開了集中營 去將你的人禁閉、洗腦等等 永遠日後的西藏、新疆、香港、台灣、澳門 就是介乎在香港模式 以及新疆模式之間的執行 不會 應該這麼說 澳門就是介乎香港模式 和新疆模式 台灣呢 假設萬一統一之後 如果統一之後 就是香港是介乎台灣模式 以及新疆模式 台灣一定會寬鬆一點點的 但問題是你用新香港模式 我覺得很對 即是它其實就是一個模式 問題是它一國兩制 它如果普通法 到了最後 它發明了一種普通法 那種普通法 是根據大陸的憲法 或者根據大陸的制度 去行普通法 你都吹它不唱 又拔它不唱 我有一些主觀的希望 因為現在 中美關係緊張的時候 希望它重寫一國兩制 尤其是走到過去一年的時候 很多香港人說它走樣 現在有美國的壓力的時候 那就會不會希望 那一國兩制 大家去看那一國兩制的時候 會不會可以做一個香港人 都會滿意一點點的 以中共的習慣 你越是壓力大 越是壓力大 越是越是要 吊著你走 反而它與美國越好友好的時候 它不太好意思 還有要什麼 你皇帝都禁止我 你這麼多些一扮 問題是這樣 邏輯是 你永遠希望 中國與美國越和好 香港的自由度越是越高 又拉回去說 其實自不自由都是相對的 我還記得當年 有一個政治人物 它是最支持一國兩制的 那個叫達賴喇嘛 它經常說 西藏最好走一國兩制 我們全力支持走一國兩制 我想就算用今時今日的 新香港模式 我所看的東西 又殘又廢的一國兩制 你現在搬去西藏 我覺得它也有兩反應 其實那個所謂自不自由 都是看你什麼身帶 因為台灣我當然是 試試正正的一國兩制 我也不要 也不關事不示範單位 破產事 就算你香港的一國兩制 走得好地定 我們都一定不會接受 我現在有獨立軍隊政治 如果我是新疆 我現在立刻要 你說西選國才可以選新疆省長 又或者有一個沒有全面普選的立法會 什麼都好 我先不說 那件事你剛剛說 我先帶著 你先帶著 先帶著再造反 再想一下地址 一定先帶著 我覺得如果牽涉到一個政治問題 你要牽涉到一個政治的基本原理 政治基本原理就是 在那個環境裏面 盡量有多少立多少 還有你是一個政治立場 蔡英文為什麼要搞 因為這個時間 他一定要抓住這個人 他已經沒有辦法打 他沒有辦法打 難得你把這件事放出來 我老虎都不放過 老虎都不放過 抓住這個人 但我們都同意周編大師說 我現在習近平 對台政策 都不是說什麼 一不一國兩制 我來你投資 我的油客 我買樓 或者反過來吸引台灣人 去中國發展 這些才是真正統一的手段 就不是那些口號式的 一不一國兩制 至少你反對 至少你現在的經濟 你脫離不了中國的大陸 他證明了 他經濟當然跟你先統一 他不要說政治上 他經濟上 你發現你離開不了 你搞什麼新南向政策 說來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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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結果其實是搞不甜 你不能夠去找一班 那班人是窮過中國的 而且還不跟什麼 你可以找一個 replacement 結果你是完全 完全更加搞不定 整個經濟政策 你是不realistic 但你問題 你亦都這樣說 如果你讓中國人進來 你就一定會一路崩潰 漸漸會崩潰的 越來越快 所以最後講 我看回香港 如果香港的政黨 不搞港獨 你就沒有理由 不接受八三個方案 你解不清楚 你又搞不到港獨 你又不先帶著 那你想怎樣 但如果先帶著 其實就是一個氣勢問題 你現在覺得泛民還有勢嗎 現在你就是什麼勢都沒有 你都解釋不到 為什麼你不要八三個方案 他完全解釋到 泛民 其實到最後 當你弱勢的時候 你就要砍基本盤 你說蔡英文 弱勢的時候 你就要砍基本盤 所以當中國最弱勢的時候 他最弱勢就是最紅 在1960年的時候 中國最弱勢的時候 全世界就是杯葛他 他就是最紅 最紅 泛民現在就為了解釋到基本盤 就是你經常講的 什麼劉世良 劉民道 因為那些泛民 他們對泛民 是幾十年來的信仰 你不能夠說他不做 他們現在就要解釋到 那些完全不用腦 你完全是個信仰 就這樣信仰 這個是 下次我們再講其他話題 好